眼前这位语出惊人的美艳少妇 不仅杀了她的婆婆 还将其残忍分尸 更狠的是 她还把婆婆的内脏煮熟了胃珠 心肝拿来熬汤 招待毫不知情的歌嫂 她是这样形容味道的 少妇为何如此冷血无情 婆媳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恩怨情仇 这是原宗见过最让人未酸冒泡的案子 看完以后鱼音绕梁 饱你三月不知肉味 白天不懂黑的夜 原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1999年5月4日 地点四川省简阳市扬马镇 当地村民熊富之回家后发现 自家68岁的老母亲 迷见了踪影 四离乡亲问了个遍 都没人见过 隔天5月5日 就腰上在外打工的歌嫂 回来一起寻找 兵分两路 一路沿河寻找 一路就在菜地里找 要说母子之间真是有心灵感应 失踪母亲的大儿子 发现自家菜地里 似乎有心翻动过的痕迹 鬼使神差的他 就用手去抛 没抛几下 就赫然发现了人体器官 虽然头已经被剁掉 但是他一眼就认出了 失坏正是自己的母亲 到底是谁残忍的肢解了母亲 民警通过缜密的现场勘察 发现死者万为真的儿媳 曾杨琼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曾杨琼今年24岁 人还是比较本分 但有一点 性格非常强势 曾杨琼的婆婆 天天也是一个强势之人 绝不会让自己吃灰 曾杨琼是三年前嫁到熊家的 与婆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以后 经常与婆婆切磋五亿 当然 毕竟是住在婆婆屋檐下 曾杨琼吃灰可能稍微多一点 就在案发下午一点左右 曾杨琼正带着两岁的女儿睡午觉 可是女儿却不停的哭闹 吵到了隔壁的婆婆 于是婆婆就过来兴师问罪 责怪而起不给女儿断奶 曾杨琼本来就心寒 听到婆婆又出口成脏 那肯定忍不了 两人先是展开闻斗 没有奋出胜负 继而又升级为武斗 俗话说全怕少闯 上年纪的婆婆很快摆下阵来 扯着嗓子叫救命 曾杨琼害怕被人听到 三两下就把婆婆推到内屋 紧闭房门 拉屎中 婆婆嘴唇受伤不停流血 突然间歇后 他对视发了狂 朝着儿媳手部 胸部一阵乱啃 曾杨琼吃痛 随即掐住了婆婆的脖子 直到婆婆昏迷不醒 曾杨琼又担心婆婆没死透 又拿衬托猛击婆婆头部 直到婆婆开了瓢 杀死婆婆以后 曾杨琼发现扳不动婆婆尸体 于是就用菜刀 将婆婆尸体砍成了好几块 婆婆的内脏也不能浪费 她拿来煮熟了喂猪 婆婆的头和手脚 用塑料袋封装 一部分埋在小小的菜园里 另一部分就藏到 自家灶头灰槽的河沙堆里 将婆婆分尸以后 曾杨琼干出了一件 骇人听闻的大事 她把婆婆的心肝拿来扮盐吃 还会生灰色的 形容着人肉汤的怪异味道 即便自己犯下了滔天重罪 曾杨琼丝毫不慌 要属罗婆婆的种种不是 她能不停地说上一千零一夜 他好像他名字就不错了 我今次这么久都奇葩了 比起原来 原来我还是比较败的 他人就说 一会儿叫你养婆 一会儿叫啥子 还有他经常也打过 你看我脚上 脚上的伤疤好多 当问到他 杀人是不是犯法的 他这样说 这个老婆婆 她有很多缺点 有很多错误 对不对 那么她没杀你嘛 对不对 但是你杀了她 你觉得犯法吗 她当时就是来打我 我打拼了 你觉得你把她杀死犯法吗 我没说过犯理 我觉得不犯法 曾阳琼觉得 因为家里穷 打伤了婆婆还得花钱制 所以不如直接杀了算了 省点医疗费 由于婆婆生前经常用她的手打人 所以就把她的手给砍了下来 原本想的是把婆婆的内脏 煮熟了拿去喂猪 可是突然到访的歌嫂 让她慌了神 反正来了要煮吃的 另外好久也没吃肉了 不如索性把婆婆的心拿来煮汤 招待歌嫂 不知道歌嫂知道这是婆婆的肉汤 会做何感想 审讯结束后 曾阳琼准备直接回家给女儿喂奶 还要回去收麦子 然而看守人员说不行 曾阳琼感觉不可思议 她觉得自己也配合了 该说的也说完了 凭什么就不能回家 显然 曾阳琼就算已经身陷高墙之下 她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 可能直到她吃到花生米的那一刻 她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 但愿她下辈子能够学点法律知识 袁宗认为愚昧和无知就是本案犯罪的根源 你们觉得呢 晚安马克巴卡 晚安元宝们